前内阁部长王邦文在行动党大会上获颁卓越服务奖章 肯定他为行动党和新加坡做出的贡献 王邦文是唯一健在的第一代阁员 曾担任多个部门的部长 他担任教育部长时强化了我国的教育系统 包括推动双语教育 学生念信约的概念也是他提出的 共有400多人在行动党大会上获得表扬